淡水区新民里里长运用新北保卫站同样的概念 今年8月份在里办公处旁也设置了一个爱心冰箱 而为了响应这样的公益活动 淡水大中街上有一间面包店 每天都提供新鲜的面包放到冰箱一起做爱心 在淡水区新民里里长运用新北保卫站同样的概念 在今年8月份在里办公室旁边 也就是新兴国小的侧门口 设置了一个爱心冰箱 里长说这一个冰箱里头有各式各样的物资食材等物品 若是有民众需要可以在固定时间内都可以来自行取用 而为了响应这样的公益活动 在淡水大中街上的这一间面包店 更每天提供新鲜面包放到冰箱一起来做爱心 就是响应那个里长的爱心 那我们也做一些我们做得到的事情 每天就是提供大概20几个面包这样子 一起来做爱心 每天都会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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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日没有啦 礼拜日没有啦 其他时间都会送 面包店店长说一开始看到有这样的消息 希望自己也能够帮上一点力量 所以才会联络里长来配合 每天下午都会挑选20多个新鲜面包 装好袋之后开车送到新鲜里长办公室旁边的爱心冰箱 自从我们新鲜里办公处从8月15开始设置爱心食物冰箱以后 然后就有很多的商家愿意来提供一些我们的食物 然后让我们里内的一些困苦家庭或者是有需要的家庭 然后他们来自行取用 所以我们非常的谢谢这些有爱心的商家或者是个人 里长说设置这一处爱心冰箱 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学生或者是需要的民众提供食材或食物 并且不限定特定对象 只要是有需要就可以来取用 而对于面包店老板过去好几个月以来都非常热心的配合 也表示感谢 而过去也有许多的爱心人去提供物资 也希望借由爱心冰箱的设置 不只是可以为弱势孩童得到温饱 更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记得许多一代学生报道